你们看这把牌的犹太了 这个杂地就是他 那必须拿出我的A牌前锋 大家飞好吧 开局先看他牵制 这也是一个A牌破轮 熟练度肯定是没啥问题的 看他是如何击倒犹太的吧 哎 牌到好几次犹太了 为什么他不拿小说加了呀 为什么赛前他不嚣张了呀 说白描三海鸡啊 没有三海可以赛后举骂他 骂他 怀念嚣张的犹太 OK啊 接着看他牵制吧 这把修机速度会比较慢 因为有前锋和枯丑 前锋直接降30%的蓄机速度 库舟也会降10%的蓄机速度 所以你们看 当杂技倒地时 场上差不多才救了两海鸡 那这个人救不救 肯定要救 毋庸置疑的 毕竟杂技是有二绿空间的 而且如果不救 机子依然会差很多 那接下来你们看 算了是细节救人 首先在滑梯上面 卡半血拖时间 这个很重要 不然可能会被逼救 OK看着他变身 直接一波拉球准备 无伤救 没想到他是金身 那也不亏 逼出金身了对不对 前期杂技没有逼出他闪现的 那这样的话 他二绿空间就更大了 救完人之后 你们看我是怎么做的 没有节奏去挖扁 因为现在有薄面 而且尽量不要被滚到刺 不然等一下不好挖扁 然后你们接下来看我操作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三波状我就问你们帅不帅 直接拖了一分钟以上 本来机器是不够的 那现在肯定就差不多了 我直接去补自己的遗产机 魔术师和哭丑一起来救人 保证万无一时 OK最后也是成功三跑了 犹太还发信号让我去给他扛刀 不好意思啦 让你跑了我怎么来演艺第一啊